哦~~ 精彩萬分 是不是喜歡你這樣 嗨 大家早安 今天呢 一樣要拍我們這一家 然後 想說我先去買食材 因為第一集的時候呢 我跟我姐先去買食材 然後再回去弄有點 有點浪費時間 想說那不然就是 之後就我先去買食材 然後我們再一起會合這樣 所以呢 現在我就準備要出來才買了 那我們就等一等見了 歡迎收看 我們最厲害 耶 來到了第二集 第1集 滿成功的 哪有成功 哪有成功的吧 阿嬤偏心 你不要以為過了兩個禮拜 我就忘記這件事情 阿嬤要扒我 阿嬤要扒我 你ok 但是乾媽乾媽說還不錯啊 還不錯 就是我一個炒飯忘記加了鹽 像說不好吃就會沒有第三集 不好吃可能第三集就沒有親戚 會讓我進門了 我想你吃 你不會改成這樣 我們這一家是絕裂的開始 誰烤喔 不會不會 但是呢 我今天比較緊張的是 因為 今天 我用給 我今天做的料理呢 是要給 小公公跟大姑姑 對 那大姑姑就是你媽 我媽 然後你媽是非常 對廚藝非常講究 非常嚴厲 就是 這個 味道不對喔 就一點點他會比較 沒有 因為他本身很會做我 才要那個廚師 所以他 他也不是說講究 他說他想要教你 邁向更好的步伐 邁向的時候是有點兇 你知道嗎 我媽現在在前面瞪我好害怕 沒有我媽 我媽人很好的時候 他鏡頭上 他可能也是會做效果的那種 反正我就很緊張 剛好今天三道菜也是我沒做過的 就假的 完了 開心啦 開心啦 好 希望會成功 不成功的話就沒關係 我們就 你就上傳片頭就好了 喔 就這段就沒了 然後後面就黑幕 還有你有看到我剛剛沒錄到嗎 我妹剛剛 既然沒按照錄影 然後自言自語想說 奇怪我沒有看到在錄啊 還好你有看到 不然我們就要自言自語一整個 好 我現在第一道菜呢 是 原本想說做三杯杏鮑菇 但我看到那個網路上那個 菜圖呢 它是有玉米筍 就是這樣感覺 會偏甜 會甜甜 會比較豐盛 然後玉米筍會比較有甜味 好 要先切是不是 沒錯沒錯 那一旦可以聽到我們家桑 我要再次強調第78次 真的很大 但我們已經用那個麥克風收音了 應該不會這麼清楚吧 因為我媽的聲音是很大聲 我常常開車的時候就 密閉一口氣我就說 好 先載下去 我不會開始就想 因為這個單元之後就得厭史珍 比起一年半前的你 真的是好吃非常的多 高工我覺得進步很多 但是抓取那個料理 可能還要再 就是那個 連要多少啊什麼的 因為那個東西本來就是天生的 料理沒有所謂的 一定要加多少什麼東西 因為每個人口味不一樣 就是像阿嬤喜歡特別鹹的 好好吃喔 你真的很適合去買一個懶人 弄蒜頭那個機器 欸我好想要買那種喔 會影廠商贊助 這樣是不是就會比較漂亮 比較漂亮而且比較損失啊 這就是生活越來越便利 人類越來越懶惰的開始 不是 麻油大概要多少 沒有 他沒說 好 那我感覺喔 好 白胡椒 喔 精采萬分 真是喜歡你這樣 好香喔 我好愛香菜喔 天啊 好愛香菜喔 天啊 哇 哇 你說九成菜喔 喔 對不起 對不起我吃吃 我把它剪掉 這個是 三杯杏鮑菇玉米船 好香 很香 好的 那我們進行下一道菜 第二道料理呢 是 番茄炒蛋 journals corps finance 可她還沒軟的耶 還沒軟的 慢慢的 它有耐心就영了 F Never worship 我們可不可以用火大一點 還是我們來先發個IG文 還是我們先拍個照 完成!這是我的第二道料理 番茄炒蛋 準備第三道料理 炒蛋 好的我們第三道料理呢是青椒炒肉絲 然後現在準備要醃它的料理 它要先醃過然後我們再切青椒這樣 因為醃料時間啦 所以我們就先醃然後再來切青椒 好 然後下青椒 對下青椒 但是青椒用那個喔 只要半熟就好了 蛤怎麼看它半熟 有點透的時候吧 還是那個是洋蔥 還是這樣 還有醬油喔 YES 我覺得不用了欸 它感覺超鹹的 它寫藥喔 還有沒有辦法 好啦不然就平它的 那等一下如果太甜不怪我 我還是前前後加了兩次醬油欸 它是大壺快炒 快點妳要很激動 很激動的快炒 把自己想像成是大廚 現在是7點的時候 大家點餐點很多的時候 快點 大炒 完成!青椒炒肉絲 準備上妝 好的 三道料理來了 這個是青椒炒肉絲 這個是三杯杏鮑菇玉米筍 這個是番茄炒飯 我覺得三杯味道最重要最後 我覺得這次比在阿嬤那一天 你說第一集喔 感覺好像成功耶 阿嬤那一集也蠻成功的啊 我最喜歡番茄炒蛋好吃看 好吃好吃 我覺得可以再鹹一點點 味道可以再重一點點 會比較好吃 好像番茄沒有被突出對不對 對 我覺得應該是你的蔥 沒有把蔥的香味炒出來 番茄炒的時候可以加一點點番茄醬 顏色出來會更漂亮 而且番茄醬你炒過它不會怪 會有香 然後顏色會變得出 好 下面一道 青椒炒肉絲 炒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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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肉絲是不是 好好吃喔 你看 可以吃 但是它沒有特別的凸顯任何的 譬如說肉的香啊 或是這個是青椒的東西 就很像 它沒有特別的提味 它就是熟了而已 欸你知道我現在都 因為我之前都下太重 我就沒辦法挽救 然後之後我現在都下輕輕的 下輕輕的 下一集會重一點的 黑胡蝦粉 下一集的人選 你剛剛好緊張喔 最後一道是 三杯杏鮑菇米粉 好 這個應該最重了吧 這個就會比較有層次 是因為它有薑 又有九層塔 所以各個重的 辛香的東西放在裡面 所以是 好吃的 那杏鮑菇下一個 你只要這樣切 切滾刀 滾刀為什麼 拿著 切切片 滾刀 滾刀 有連牛角 受味道的面積會比較多 欸沒關係 現在第二集 如果第二集 可以100分的話 我們怎麼好一直做第三集呢 你這樣才有進步的空間 沒錯沒錯 先下清點 4次都覺得不夠 可是它都覺得夠 Oh my God 面積太大了 慘了 幸好我還在吃重口味 是個 可是我最像是你都叫我先試吃 因為我還年輕人是這種風味 好不好 請你保養保養一下 所以配色的部分就是大廚講的 不要說大廚啦 小姑姑也是大廚 OK 吹捧的家庭出現囉 我們就是如此的家庭 所以我們大家都過得很開心 我們要期待下一集第三集的到來 所以我們現在大家一起給子萱一個愛的鼓鼓一杯 一二一二三一二三四 喔嘿 我就是如此的家庭 那今天這一集呢 還是很多地方需要進步 然後我會慢慢學習 希望下一集還是有親信可以讓我去幫他們準備午餐 好 那今天就影片到這囉 喜歡請也幫我按讚 分享 下方留言 看起來哪一道菜色最成功 就這樣囉 掰呼 可以收拾一杯 那今天沒有了 就要吃到這裡 我們要吃了hir響 吃了一個大小 tag 吃另外一個小籃 吃虛擁有的那個小籃 吃大小籃 吃虛擁有的 吃虛擁有的